目前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目前这个台风将会逐渐地接近到台湾的海峡南部 预计在今天的晚间会逐渐地通过台湾海峡南部 而到了明天清晨会逐渐地接近到中国大陆的沿岸 并且由福建附近登陆 那我们看到在目前的位置 杜苏瑞台风呢 它目前的位置呢是位在俄罗比的西南西方 约190公里的海面上 可以看到它在未来是持续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因此呢目前我们这一报的警戒区域包含了 在海上的部分是在台湾的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台湾海峡还有在东沙岛海面这一带 而在路上的警戒区域呢 目前它的暴风圈呢是半径是280公里 并且呢已经笼罩着我们在嘉义以南还有台东的这一带 而在未来随着它逐渐地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那台湾附近呢也会逐渐地陆地上面受到它的影响 因此在苗栗以南还有华东地区 以及我们的南投这一带呢都是在路上警戒的范围 提醒海上的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 陆地上面呢也要多加地留意 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台风的中心 已经位在台湾的西南方的海域 并且逐渐地往北北西的方向移动 而由于台风处在这个位置 所以台湾附近主要是盛行一个东南风的环境 那可以看到这些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呢 持续的一波波影响我们的东半部的这一带 还有恒春半岛南部 所以说呢目前为止呢 这些地方的雨势都相当的明显 而在西半部虽然有一些地形的屏障 但是也有一些间歇的雨势 那预估呢这个台风逐渐地往北北西移动之下呢 在今天的下午到晚间 西南部还有中部的这一带 雨势跟风势都会转为比较明显 在昨天的晚间呢 是有在关岛的西南方的海域上面 有今年的第七号的热带性低气压行程 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 未来呢其实在今明两天左右 就有机会发展微轻度台风 那它所属的环境呢 大致上面都蛮适合它的发展的 那未来呢它在一两天呢 都是朝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那比较要注意的时间点 大致是落在周一以后 可以看到周一以后呢 它会逐渐地通过流球附近的海域 那后续的路径上面 其实还是有一些蛮多的不确定性 那不过周一以后呢 我们会持续地观察 就是在这个台风它行走的路径 还有它结构上面 是不是会对台湾附近造成一些程度的影响 礼拜四台风最近 近到距离我们大约在 140到180公里的海面 因为暴风半径现在已经缩小到280 那140到180 表示说暴风圈会接触到陆地 大概在100到120左右的距离 雨的部分呢 花东地区还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累积的雨量多 明天还有一整天的累积的雨量 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 台风杜树位已进入巴士海峡近海 其暴风圈也逐渐在接近恒春半岛 将对云嘉南和花东地区 恒春半岛和澎湖构成威胁 气象局也针对11线市 发布大雨 豪雨 大豪雨特报 而气象主播戴力刚也提醒民众 礼拜四将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 好 所有中时新闻网的朋友大家好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台风还没有接近我们 在我们现在这个录制的时间呢 是在星期三的下午 现在这个时候的台风中心位置呢 是在吕宋岛的北方的近海 而未来的走向来说呢 它将会逐渐的接近我们西南方的海面 所以呢 我们用短短的几分钟来告诉 你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今天北部跟东部的朋友 有没有感觉到下雨啊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台风的 外围的云层影响 所以呢 在东部地区的花莲 跟台东的山区雨量比较明显 要提醒溪水都有暴涨的状况 你不要到西边去采收农作物 会有危险性 另外更重要是 不要去秀固然西泛舟 要不然你就冲到海里面去了 这点特别注意 讲完了东部了 那你会说 那再来呢 再来啊 再来我们就先看看 再来整个台风的走向 因为明天的时候 将会是最接近我们的 那天气形态来说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呃 今天的话 当然现在中部的朋友 会觉得好热 因为今天白天 有点焚风的效应出现 北部呢 震风会略为偏大 南部呢 感觉只飘一点点雨 好 我们再来讲重头戏 礼拜四咯 礼拜四的时候 台风的位置将会逐渐的 接近恒川半岛南方的海面 之后呢会沿着我们台湾的 西南方逐渐的朝着 大陆的方向在移动 而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呢 距离最近的时间点 预估就会在明天的中午左右 那距离有多近呢 140到180公里的海面上 那你会问我说 啊 这么远啊 没错啊 就这么远啊 因为暴风半径现在已经缩小到280 那140到180 表示说暴风圈会接触到陆地 大概在100到120左右的距离 因为最重要一点就在于说呢 呃 我们北方的高压 仍然是比较偏强 今天的导引流偏弱 所以呢 从昨天到今天的时候呢 台风在旅宋岛的北方走的速度慢 那你问我说 啊 怎么没变强烈 不会变强烈啦 为什么不会变强烈 它能够变强烈的时间点 就只有在昨天的晚上有点机会 但是昨天呢 它太接近旅宋岛了 你知道台风的中心 只要接近地形的话 它就会受到地形的破坏 你要想想看 旅宋岛那个岛比我们台湾还要大 那么大的一个岛 把这个台风的卡在那边之后呢 台风的强度就已经快速的减弱了 所以呢 现在中心风速每秒48 再来就会减弱到45 所以呢 接近我们台湾西南方海面的时候 强度的部分就是在一个中度台风 而暴风圈会随着它 逐渐进入我们西南方海域的时候 暴风圈还可能会有再缩小的趋势呢 好 再来讲影响了 影响的时间来说 在礼拜四的时候 你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 花莲台东仍然是有雨的状况 所以呢 花东地区的朋友 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山区的雨量偏大 那另外呢 吸水的部分有暴涨 所以在花东地区的朋友要注意 还有一个就是恒春半岛东边的部分 那到了北部呢 北部明天啊 因为风开始变东南风 反而北部的阵风会变小一点 那江雨的状况 因为明天北部啊 今天吹正东风 海面的水汽拉进来 北部就时而有台风雨的感觉 明天的台风雨的状况 感觉起来又变少一些了 因为雪山山脉帮我们挡掉了 那西半部地区呢 在从这个台中以北这一段来说的话 就只有云层多 零星的一点点的毛毛雨出现 那到了彰化以南地区来说的话呢 明天暴风圈有机会勾出到 这些地方的陆地 不过是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但对于整个中部地区来说呢 就是云层多 零星的一些短暂降雨出现 雨量的部分呢 不会太多 但是呢 到了南台湾地区的话 在恒春半岛 在屏东 在高雄 明天在中午到接近下午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已经到达了 这个西子湾的西方的远洋海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西南风上来 会使得在这个南台湾地区迎风面 风进来 海边都比较有一些强阵风 雨的部分呢会有一些正雨的状况出现 那你问我说 雨会不会变成像东部那么大 不会 因为最重要 它这个时候移动速度快了 它进入高压的边缘的导引流场之后呢 它就会逐渐的朝着一个偏 西北的方向在移动 以时间来看到呢 明天晚上的时候就要接近到达 大陆的福建近海 那如果再更偏西一点 就接近到福建到这个广东之间 也就差不多汕头附近 所以呢 可能的登陆点会是在金门到汕头之间 这一段陆地登陆的机会有 所以呢 如果有注意我们忠实新闻网 气象的大陆的朋友 在福建到广东这一段的朋友 就要特别注意防台了 因为台风的中心结构体 并没有受到地形的 真完整的破坏 因为没有登陆嘛 那所以呢 它算是一个比较扎实的台风 会进入陆地 登陆点附近是风强雨又大 我讲的是福建 我不是讲台湾 因为最主要 在我们台湾的话 它在我们的远洋通过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层面来说 相对的就会比较小一些了 那影响只有在明天的白天 那雨的部分呢 在只有花东地区 还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累积的雨量多 明天还有一整天的累积的雨量 那到了后天呢 后天台风走掉了 风也小了 雨也小了 风有点回南的风 因为那时候会吹南风上来 回南的风带了水气 相对的在恒春半岛或南高坪 这些地方就有一些短暂雨出现 礼拜五的白天有点雨 下午以后到晚上的雨的状况 就已经逐渐的都逐渐停下来了 那回南上来的时候 会感觉起来是热热湿湿的风 所以呢 你会感觉到有点闷热的感觉 那到了这个周休假期呢 那你就好好的安排 户外活动 但要特别注意 午后阵雨在山区的部分 因为水气量多 相对的就会比较明显 那有朋友问我说 会不会已经西南气流 不会哦 台风这样子进大陆 是没有西南气流这件事情的 但是这个周休假期 不管你去澎湖啊 或者到了墾丁啊 还有小琉球啊 南雨绿岛啊 这些海边的海上活动就要注意 因为风浪的部分 当系统才走掉 浪仍然是比较偏大的状况 所以海边活动细水的话 就要特别的小心 好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就要提醒你特别注意了 礼拜四台风最近 近到距离 我们大约在140到180公里的海面 在我们的西北走之时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没事别到海边去开浪 另外呢 在于这个南部地区 12有时候震风强一点 你在那个85大楼旁边骑车 要注意安全哦 因为那个地形风啊 85大楼太高了 地形风就会出现 所以在高雄啊 台南有些地方 像在台南安平海边啊 震风也都会偏大 明天礼拜四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那在花冬的朋友 要注意的就在于说呢 雨的状况在今天有累加 明天的还是有 所以呢 减少出门 比较安全一点 等到后天雨都少了 那再出门去爬爬罩 也比较好一些 你问我说 北部呢 北部没事啊 就这样 所以你想放台风下吗 想不想 做梦 南台湾倒是有机会啊 南台湾一定有机会的 你要想想看 暴风圈勾得到的那些县市 选票很重要 我什么都没讲哦 你自己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们就 忠实气象就到这边 忠心的告诉你 真实的天气状况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带老师告诉你 最真实的天气